Focus Guide 一樣有自己的專案格式 你可以從我們左上角這邊把它做一個儲存 對了,順便提一下 各位呢,如果這個軟體安裝起來 預設是應該是英文或簡體的 可是有沒有正體中文? 有,你可以到那個幫助裡面 這個忘記跟各位講了 在這裡 有沒有繁體中文 所以不管你用國際版還是簡體版 都有繁體中文 都有繁體中文,不用擔心那個語氣的問題 好,那我把它儲存起來 把它儲存一下 OK,你可以看到它的副檔名 就是FS 這個FS Focus Guide 看你存在哪邊沒有關係 把它儲存起來 好,存好之後呢,我們在右上角 會有一個叫匯出 有一個匯出的功能,從這邊按一下 這樣子呢,你就可以看到它可以做哪些部分了 第一個就是發布到雲端 第二個就是我們講的獨立的應用程式 再來就是變成視訊 不過這個部分其實比較少 那當然Mac的APP也可以 但是這個也是用的比較少一點 我們主要還是以這兩個為主 這兩個為主 那麼你今天呢 如果你選擇第一個 我把它下一步 你就可以在這邊 它的標題 你自己要新增一下 第二個,你要選擇一下你的簡報 是屬於哪一個類別的 哪一個類別的 不過我要提醒大家喔 有誠意一點喔 平常各位,不管你用Office 哪一個軟體 預設的檔名 還沒有存檔之前 叫做什麼 未命名一 未命名二有沒有 我剛剛講有誠意一點就是 如果你用它預設的標題 你是傳不上去的 哈哈哈哈 它會告訴你你沒什麼 怎麼可以用預設標題呢 所以這個你不改 它等一下會告訴你說不行 第二個,你要選類別對不對 再來 它呢 會自動幫你抓你投影片 就是那個路徑裡面的文字內容 變成你的描述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調整一下 有沒有需要放在裡面 那如果沒有問題 就直接匯出 你看吧 這樣有沒有沒有誠意 哈哈 不能用預設的標題 所以你就改完了 你就可以傳上去了 那在發布的時候 要跟各位說明一下 你要留意一下 它有幾個東西 是網路上 發布到網路上 可能看起來會有問題 或是效果比較不好的 為什麼呢 我們剛剛在裡面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有些圖庫是屬於Flash 請問Flash現在在網路行不行 不行對不對 順便跟大家提一下 Google Chrome 從2020年的12月開始 就是明年的12月 完全不支援Flash 我們現在是不是還可以看 就是你要點一下允許 有印象 現在的Flash是這樣 明年12月以後是連看都不能看 就沒有那個選項了 正式要跟Flash say goodbye 所以再不改片 你沒辦法 就看不到 所以說 它有一些Flash的內容 你如果發布到網路上 看不到 但是 如果你是發布成ese 或是你在電腦裡面有裝這個軟體 那就沒有問題 基本上如果你要相容性最高的 就是在自己的電腦上面 就好 這樣 就跟平常客人這樣 套通一樣 你打開套通的編輯 是不是執行 對不對 那發布到網路上 第一個就是Flash 要注意 第二個我們剛剛有用一個PDF PDF那個物件 在網路上它也不支援 所以如果你發布到網路上的話 你會發現那個物件就是空的 就看不到 但是在本機都沒有問題 這樣了解 就是你要知道它有哪些 有限制的地方 那你去避開它 或者是你就不要用那一塊 那字型的部分比較沒有問題 字型的部分基本上 大部分都看得到 但是我有遇到幾個 就是如果你字型用太多 也有可能發布到網路上 也許就會有問題 那可能字型沒有顯示正確的 你選擇那個字型 好 這樣了解了嗎 好 那像這樣的話 你再使用 就會比較方便一點 就會比較方便 對